关键是我之前偶尔看见他在那玩手机 他手机里面那个照片 明明就是他的前女朋友 他那个微信他还把它改成李先生 大家都这样称呼他 我就改个李先生 有啥 你不是跟我耍之前 你不是说了 你已经跟你前女朋友断了吗 是断了 我没有私底联系他呀 那你还留着人家的联系方式 留着不代表我联系了他呀 前女友大家为什么叫他李先生呢 他有点大大咧咧的 然后他本来是李 叫着叫着就开玩笑 就成了这个李先生 他现在是 如果一直这么叫 就不存在改的问题呀 是啊 我觉得没必要啊 我跟他想过 但是你女朋友可说的是 你把前女友的那个改成了李先生 我没有改啊 他认为我是故意这样的 就是我也翻过他手机 他每天都在关心他前女友的事实 我就随便浏览一下 然后你就觉得我去关心他 你不仅关心人家 还关心人家男朋友 我关心男朋友 你微博也看他了 这话怎么来啊 我就是就顺便的一起浏览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好了 我觉得他女朋友 始终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每次他兄弟聚会呀 然后同学聚餐这些呀 他也不带我去 然后带他去怕他尴尬呀 有啥尴尬呢 因为他跟他前女友认识很久了 他们生活圈子 打小认识啊 大只的朋友那些都认识 对 我那个同学 聚餐他就是为了见他前女友 后面他喝醉了 然后晚上两点多钟他再回来 回来了以后 他就在那床上 一直在重复喊着他前女友的名字 可能是聚会上 比如有些猜拳的小认识 他不知道在那个聚会里面 他跟他前女友玩了什么 我真的当时一晚上就跟他一起 我还能跟他玩啥 那么多聚会玩 那晚上你一回来 一直在那里说话 你说啥呀 这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你连喝多了 都叫他的名字呀 然后他后面又去聚餐 我就悄悄地跟着去了 他们大约吃了三个多小时 吃完了以后 后面一个小时以后 他就和他前女友就出来 一直在那门口 一直在那里有说有笑的 因为我只能看着 我也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根本就跟他前女友 一直都在联系 那我没有私底下联系他呀 那是聚会呀 那不可避免啊 不是聚会完了之后 你们俩在一起聊一个多小时 不就是私下聊天吗 他后面他觉得 你对不起我 他要带我去了 然后我就跟着他去嘛 但是他心里面 其实是不乐意的 然后去了以后 他的兄弟就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他前女友的话题 就说着他前女友 现在过得不太好呀什么的 他瞬间就脸色就变了 闷闷不乐的也不理我 回来的时候 还发了一个朋友圈 说了一句 不是所有的相遇 都是命中注定 来 我问问你吧 你跟你前女友谈了多久啊 其实我跟他小学六年级同学 后来都是同学 青梅竹马 两小不猜 认识他挺久的 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吧 其实还是有点喜欢 然后就在一起了 后面在一起大概有三年吧 为什么分手呢 开始是同学关系的时候 我们还玩得挺好的 什么就没有想到那块去 后来在一起了发现 其实还是有挺多性格上的矛盾的 发现其实我们是同学的话 其实我们还相处得挺好的 然后我们就其实约定好了 我们以后还是可以是做普通朋友 好 我们就好